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你也爱看 拜托了学妹 真巧 我也爱看 洗澡时我会想我的水卡在哪里 上一个游戏为什么会出 洗澡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这么怕 洗澡的时候我在想 厕所里面会不会有鬼 因为我比较怕鬼 因为身上的肉能少一点 腿为什么这么粗 腰怎么这么胖 人怎么这么黑 洗澡什么 只会想一些 洗澡很爽 脑子就想快洗快洗 然后快点去睡觉 洗澡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时候 我洗澡的时候一般都很喜欢放歌 然后放歌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他唱 我就觉得我能成为那种厉害的那种巨星级别的人 然后我就想会不会有人直接撞开那个门 然后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墙上 会不会就是突然伸出来一只手 胡思乱想 不想证实 想一些有用的一些折执问题 一些的东西 主要就是想的 我去怎么这么凉 我去烫死我了 就是洗澡的时候都在想 谁能来给我搓搓后背 洗澡的时候我会胡思乱想 你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肉眼可见自己胖了多少吗 我是真胖了很多 然后就会很感叹 没有办法 洗澡时我在想 就发呆 然后想想一些电视剧的剧情吧 那我也怎么了 我去洗澡的时候 我去洗澡的时候 每次一刷头发掉的时候 就特别满心 我会不会突然 肚子那么大 你得给我肚子 你得来个肚子 梦幻的世界 比如说自己当着超人 以超人的身份去 见面那些坏人 这种每次洗澡 就很期待的事 就是解决自己的身材 洗澡的时候 会想吃什么啊什么 第二天要干什么 就是一些很天马行空的事情 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活了这么多年了 好像也没有做一件 特别特别成功的事情 洗澡的时候 不是会开一个 水里的那个冷灯吗 然后我就会在 像一个灯 自己会掉下来 然后会不会砸到我呀 洗澡的时候 我就会看自己的身体 哪些地方 如果能瘦下去 就更好了 或者是看一下 未来到底 谁会拥有我这副 提到还好的肉体 很羡慕她 淋浴的时候 我就会想 古装剧里面那些下雨的场景 啊 老天爷啊 为什么要唱对我 为什么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洗澡的时候 我会随便点一个歌 单放歌 然后自己跟着唱 总以为自己是 蛾王 基本上都会发生 然后超时拿手 放在那边去玩 然后马上去笑 就是老子的唱 对不对的唱 没有多还唱 就是有次看完地震新闻 还有什么被雷皮的 就是想着 呃 洗澡的时候万一地震了 我是不是雷果斑 然后就在 生命与节奏之间就不见 然后水温一会儿凉 一会儿热 然后就 往那边调游下 就是水边就很甜 然后往那边调游呢 就会变得很热 就像 什么时候 家里的太阳澡 都能和 澡澡的水温一样 水温刚刚好 我学校是一个 呃 男生澡 和女生澡 是 隔壁的 然后我洗澡的时候 会唱歌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唱歌的声音 能不能被隔壁听见 这首歌 不在哪里 太阳嚷了 不在哪里 这首歌 不在哪里